電競對我來說其實是陪伴了我成長的一個必經有的東西 因為它它解釋了我要怎樣去嘗試任何一件事 參加了試過之後就知道其實發展都挺辛苦的 但是電競解釋了我的就是你要嘗試 因為你不嘗試到最後我們都不知道結果會去到怎樣 電競對我來說是和朋友一班人去博弄 去努力 為了比賽一起去奮鬥 電競對我來說是甚麼 是一班朋友一起玩很開心 有輸有贏便是電競 我們的隊友曾經遇到很多不同灰心和失意的事情 譬如剛才就是團練一些失誤的位置 甚至一些比賽時候的一些操作失誤 所以最帶領我們灰心的位置就是我們做不到我們應該做的事 我記得當時有一場好像打一隊正常應該贏的隊 一開始打贏也不錯 但是第二場之後就不知道為甚麼 因為一些小事 我記得我好像亂說話就被靜儀罵 結果那一場就士氣很低落 結果就輸了 由我一開始入組的時候 我是很自大 完全沒有看過隊友一眼 完全想著整場的比賽是靠自己的 不過在打了這麼多場比賽練習 然後去到結業賽的時候 我看到隊友慢慢地成長 就好像我是修友而教育的 就好像看著一群子女成長 我想和這些隊員說 繼續加油下年一起再努力 其實我和我隊的人都一起打了三年 可能中途我們換了人 但是依然都很感謝你們 陪了我三年去打這個比賽 希望大家都要繼續加油 在這條路上面繼續 可能有些機會發展 而首先我想和Kinson說 就是希望你可以繼續打到更高的位置 贏得更多獎 而李榮或B州 相信你們有能力可以應付不同的比賽 多謝整隊的人 一直以來鬧過很多次交 都不是很多 多謝阿傑努力 阿傑你真是進步了很多 成長了很多 多謝浩峰 浩峰打得很好 多謝你小西灣之江 我想和我的隊友說就是 無論贏還是好 都希望大家可以博盡無悔 輸了也不要緊 都要開開心心去打 多謝這些隊友可以包容我的缺點 多謝我的隊友教練和寫工 他們為我們隊友帶來了很新的體驗 這些都是平常我們 自己在打機上很難找到的東西 我想和我的隊友說的是 跟著我們就全力以赴 過了這個比賽之後 無論如何都好 之後的路我們都會 唉 算了 很多謝隊友一直以來都很包容我 因為其實我排位都很低 而且對遊戲也不太了解 但是依然鼓勵我 一直都是很包容我的過錯 希望大家在接下來的比賽 都會堅持下去 最後會獲得勝利 夢想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輩子追求 一直追求的一件事 我的夢想是 夢有世界 我的夢想是 希望自己人生可以成功一點 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我希望可以從事更多關於電競的行業 我希望的可能是 我要出現過在電競界 現實生活裡面的夢想是很難實現的 但是我覺得 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夢想 這樣自己生活才會有期望 我希望你能夠做成功了 我在這兒看 我希望你很快 我希望你能夠放棄